歌曲中的追求 字幕 柏芯 字幕 作词 J concerts 女人 最窩心 Zum blessing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窩心故事 是发生在我小时候慌合的时候 有一年我生日 我男朋友也很疲惫 问我今年生日 要不要搞派对 因为我要走了 就是本身的人比较 不是太喜欢热闹的 但是他就是很喜欢热闹的人 他就说 我找了个地方 包了整间餐厅 顶楼 请了朋友来 那你就可以收很多礼物 跟我这样说 我就说 不要了 我真的不想搞 因为我很怕见很多人 但是如果不是请那么多人的话 收不了那么多礼物 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OK 就算不是那么多礼物 也无所谓 我就跟他这样说 那一天 就跟他逛街 经过一间店 我看到一只戒指 挺漂亮的 我纯粹真的说了一句 戒指挺漂亮的 那说完之后 当然没了一件事 我也没有放在心里 那到我生日那时候 为什么我觉得很窩心呢 因为我说了我不想开party 我不想搞那么多东西 那最后就只剩下我和他两个吃一顿饭 那他无端端送了一个cushion给我 那我觉得很不像他 因为平时他不会送这些东西给我 那我就觉得 啊这个cushion 为什么无端端送了一个cushion给我的 那他说你看一下 那他说你看一下 那我因为那个cushion不是很厚 我摸一下 那里面好像有点东西 那我当然 那我当然是什么来的 我里面怎么硬手的 旧东西 那他说你拉开一条拉链自己看一下 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可能里面 我拿去换了 那我拿去换 那我打开它 那我看看里面什么事 那我看见里面呢 好有点有个小豆袋 是密封的 是找线连了个袋子 那我为什么有个袋子在这里呢 那他没出声了 那我当然拿个袋子出来 啊为什么有东西呢 那我说什么来的 那他说不知道啊 那我就问个侍应 我可不可以借把剪刀仔我 因为我打不开 那我打开了 打开了之后 哇 是很surprise 是很夸张的 他是买了一只三卡级 四卡的鑽石戒指给我 然后我看了一只戒指 我看了一只戒指 蛤 为什么呀 那你那天在店里看到一只戒指 很漂亮嘛 但他因为那间是有牌子很贵的 所以我就去美国 帮我找了一粒一样样的石 回来 然后给了个信封 里面是一张证书 然后我是 是不懂得给反应 因为 都真的不是一个便宜的礼物 其实我觉得 不是因为戒指 而是他的心意 他是自己去联合那个拗袋 因为大男人去做一件这样的事 我觉得是很窩心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